自從中港通關之後 兩地的交流增加 香港遊客數目也上升 明顯見到消費市道好轉 反映到實體經濟 近期兩個新盤開售都能沽清 減價出售 當然是去貨關鍵 目前發展商不再適售 相信原因有二 首先是貨如輪轉 詳實 01113在土地市場買到平地 成本便宜 那麼在現有項目套取現金 就算賣便宜 在商延商也是合理的決定 因為市場者摩巨大 如果要跑數 減價一定最容易吸收購買力 其次是輕生上路的中型發展商 只要槓桿及存貨不是太高 那麼不須要蝕 出貨便宜一點也沒所謂 太小的發展商 反而因為本錢不夠多 項目數量有限 投資多年才有一個盤推出 如果賣得便宜就覺得虧了 太大的發展商又要顧類品牌 如果越賣越平 破壞了聲譽 影響將來賣樓 不敢大手減價 所以有包括不及上述兩者自由 樓市好奇怪 早幾個月十分冷清 看似會不停下跌 但是喘息一輪 已經重新找到支持 會入市的投資者 覺得目前抵賣 開始加快入場 所以現時可驗證所謂的樓市 剛需到底有多強勁 但是香港比較少人港 就是中央援港力度提升 首先有家族辦公室政策 內容包括稅務寬減 成立香港財富傳承學院 投資推廣署Family Office HK等 其實都是為了吸引資金 達到三千萬美元的家族辦公室來港 這個計劃不知道最終有多少人參加 但對於本土的樓市 股市 基金 保險都是利好 因為這批人來了之後 總會產生消費 對經濟是正面 而當中很多措施其實很簡單 只要直接抄新加坡的13號 或13號便可以 而關鍵在於政策開門讓人進來繳 此外是加密貨幣 有媒體指出 中資銀行已在研究 或開始向香港加密幣公司提供銀行服務 這方向明確支持香港發展加密幣市場 目前多個平台倒閉 連幣安也被美國起訴 主要是沒有註冊的情況下 同時招攬了散戶和機構客戶 其實全世界也向著合規經營加密幣的方向發展 香港受到國策支持 至少可以把這項業務發展到一定的規模 亦會有利金融業的發展 移民潮將長期困擾香港 但香港要打造成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 並非只是港 已經到了有政策落地 最少在金融業 目前已知是把幾項獨特業務搬過來 早前因為通關 多了機會在內地出差 跟內地金融從業員講起 內捲情況嚴重 以做IPO為例 產品做到超級同質 基本上扣除成本之後都不會有大錢賺 而要爭取客戶 所花的心神也極多 香港金融業目前正在形成戶城河 如何好好利用新增加的優勢 將是一個價值連成的課題 近期外圍銀行業風高浪急 一直有全民歐美富豪準備把資金 轉到香港避險 不者覺得肯定有此情況 只是數目的問題 市場變化萬千 永遠是基於跟風險並存